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我希望能够把它列到这个部分来谈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其实是红楼梦第30回的 这个灵官画墙吃鸡菊外 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角是灵官这个角色 那你看他叫什么官啊 在红楼梦里面其实就是那12个戏字 他名字叫宝官啊 玉官啊 灵官啊 都是这个名字哦 好 那灵官他跟宝玉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哦 首先呢是贾宝玉他在园子里面闲晃的时候呢 他恰好撞见了一个他完全没看过女生 然后在蔷薇花架那个地方 就是种很多蔷薇花的那个地方呢 不知道在干嘛 那大观园里面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 所以贾宝玉他连自己的怡红院的丫鬟 他都有不认得的 更何况是比较远的离香院里面的女孩子哦 他当然更不认得 而且很多时候他看到这些女孩子 可能是他们上了戏装的样子 而不是他们平常的样子 那他现在显然这个女孩子 是以平常的状态出现的 好 那这个小说里面就说呢 呃现在五月啊 墙围开的正盛哦 那贾宝玉呢就隔着篱笆洞 就看到那个女孩子蹲在花下 手里面拿着一根发簪 然后在地下抠土 而且一边就在流眼泪哦 那贾宝玉是不能看到女人伤心的哦 所以他当然就特别的注意哦 他就想说难道这也是个吃丫头 那也是表示前面已经有一个吃丫头 那是谁呢 当然就是林黛玉哦 所以他下一句话才会说 又像平儿来葬花不成 但是他接下来就想 如果这个女生她也葬花 那真是东师孝平 那我们想林黛玉就是真的叫平儿嘛 跟东师孝平的平是同一个字哦 她说不但不为心特 而且更为可厌哦 因为呢对这个贾宝玉来说呢 这个葬花这个行动 固然是非常的脱俗啊 但是林黛玉才是葬花行动的 唯一代言人 所以别人是不可以模仿她的 模仿她那就俗气了这样 她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那但是她又继续往下 她看到这个女孩子的长相 眉促春山眼平秋水 面薄腰仙鸟鸟亭亭 换言之就是大有林黛玉之态 她不见得是长得像林黛玉 而是那个整个人的身材 气质 然后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那种 伤心的那种感觉啊 就很像林黛玉哦 所以宝玉本来就见不得女孩子伤心 这个伤心女孩子又有林黛玉的感觉 那她当然一定要关心到底了 好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女孩子呢 虽然用金毡画地 并不是在挖土 不是要葬花 好像是像土上画字 然后她就按照这个女孩子的 这个起落 鄙视起落 她自己在手心写了一下 发现她写的是 墙维花的墙这个字 于是她心里就想说 难道是要写诗吗 要填词吗 否则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写这个字 觉得很怪在土上写墙这个字 可是她又继续往下看 发现这女孩子写来写去 其实写的都是同一个字 画完一个又一个 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 所以呢 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 两个眼珠子 只管随着这个簪子而动 那这宝玉心你就想 她说这女孩子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心事 根本就讲不出来 那外面既然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 一直在那边写同一个字 她心里面不知道煎熬到什么地步 而她又长得这么单薄 哪里能够承受这样子的煎熬 这样的心事呢 然后接下来她就说 可恨我不能替你分歇过来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 第三十回的回幕说 灵官画墙吃极局外 吃极局外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里面的这个不知名的女孩子 冲到我一直在写同一个字 那她这个行为本身很执着 我们前面说吃就是这个执着到偏离常态的意思 那外面贾宝玉也不去做正事 但她可没有什么正事要做 她就是在那边一直看着这个女孩子 一直重复在做同一件事情 她那么关心一个根本跟她不认识的女生 那这也是一种吃 那你甚至可以说是 这个强违花架下这个女孩子的吃 影响了外面正在偷看的贾宝玉的感觉 所以才说吃极局外 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情节里面 贾宝玉是局外人 她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灵官 还有她也许有某个心事 这个心事有个对象 而我们在这一回还不知道 她这个心事的对象到底是谁 这样子 所以贾宝玉她就发现了 吃病不是自己跟黛玉才有 现在有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 她也是这样 所以她当然对这个女孩子有好感 而且也会联习她 那再来是贾宝玉她的个性 一直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状态 那我用这个话并不是讲说 她每天就是担心这个国家大事 其实不是 而是别人的痛苦 别人的忧愁 她其实有敏锐的感受力 她不会只想要做一个旁观者 她看到别人痛苦 她会先感受到那个痛苦 就是说比起别人的痛苦 别人痛苦 自己的痛苦 别人的痛苦 她会比较早感受到 所以也就是说 她对他人受苦拥有极强的 感同身受的能力 甚至她还愿意进一步 替那个人分担痛苦 那就这一点来说 其实已经有一点接近宗教的精神了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这才是宝玉真正的博爱 我们一般就是说 宝玉博爱以为说是什么女生都爱 其实不是 宝玉博爱其实是发挥在这个事情上面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我看到她受苦 我内心也很难过 我愿意替她受苦 那这个东西 她对我没有感情回应的能力 但是我还是去挖掘她的美 我去欣赏她的美 我愿意为她付出感情 这个才是宝玉的博爱 那后来呢 这个就开始下雨了 那宝玉就看那个女孩子的衣服湿了 她心里就想 她心里面有心事 心里面在煎熬 然后身体又这么沉弱 如果被雨淋到 根本就承受不住 所以她就忘了她自己在偷看了 她竟然就突然开口说 叫人家去避雨这样子 那这个女孩子当然吓一跳 那她往外一看 她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这个花的外面 那小说里面就写呢 一则宝玉脸面俊秀 就她长得很好看 二则花叶繁茂 就遮住了她脸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把她当作是一个丫头 那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贾宝玉 所以她就说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 难道姐姐你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吗 那一句话提醒了宝玉 她接下来才发现 她自己其实已经浑身冰凉 她早就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可是她并没有感觉 她是先考虑到这个有心事的女孩子 她现在是没有遮雨的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宝玉的中性之美 所以她会被误认为女生 那她的这种中性之美 在我们前五回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第二点就是她对他人苦痛的感受力量 那我觉得这个是贾宝玉的这个性格里面最为可贵的一部分 尤其是这一份力量在红龙梦的这个贵族世界里面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如果看红龙梦整个小说里面具有这种 看到别人的痛苦你感同身受 真正发自内心有深沉的怜悯 的这样子的人物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少 即使是林黛玉 我认为她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都没有贾宝玉这么强烈 所以以前这个鲁迅在评论红龙梦的时候 她就会说呢 这个宝玉其实承担了这个小说里面 所描写出来的那种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困苦 她说贾宝玉是这个角色在承担这些东西 那贾宝玉她要承担这些东西 她不会常常是快乐的状态 因为这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 那你要常常承受这个东西 你的心灵是有负荷的 那所以贾宝玉的心灵有负荷 但她负荷的是很多不同存在的痛苦 那林黛玉的心灵也是有负荷的 但是她负荷的主要是她自己的痛苦 我想他们两个的差别主要是在这一个地方